好,为了要鼓励企业团体前来台东进行奖励旅游以及度假会议 台东县政府释出大力多 从今年3月15号开始除了推动团体游客、在地好物、游城体验等等 更是针对了旅游业者办理了奖励竞赛 推出了最高20万元的奖励 邀请全国企业团体来到台东旅游 享受台东专属的慢生活 身为观光大县的台东,每到了逢年过节或者连续假期 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 欣赏在地的山水风光 体验部落生活、进行生态旅游 各式各样的旅游 可以让游客们沉浸在台东专属的慢生活之中 而台东县政府为了鼓励企业团体前来台东旅游 从今年3月15号开始 推出了2022台东慢慢游奖励旅游专案 除了提供台东农特产等在地好物、游城体验或迎宾表演之外 更针对旅行社业者推出了奖励竞赛 参与的团体最高可以获得20万元的奖励金 台东县政府推出的奖励旅游专案 从3月15号开始到今年10月底为止 其中7、8月暑假期间不适用外 其他时间旅行业者只要送客人数累计超过500人次以上 就可以参加奖励竞赛 第一名奖金20万元 第二名15万 第三名10万等 总奖金高达新台币80万元 县府推出丰厚的奖励 希望全国的企业团体能够到台东旅游 进行会议及度假 借此享受台东的慢生活 记者在前轮 台东市报道